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 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立位人亚萨的后裔 马探亚的玄孙 耶利的曾孙 比拿亚的孙子 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 他说 犹大众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 你们请听 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 不要因这大军恐惧金黄 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 乃在乎上帝 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 他们是从喜斯波上来 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 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 这次你们不要征战 要摆正站着 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 不要恐惧 也不要惊慌 明日当出去迎敌 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 就设立歌唱的人 颂赞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 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扶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 摩押人和希尔山人 他们就被打败了 唱歌能改变我们的思维 有些研究显示 当我们唱歌的时候 身体会释放出减轻焦虑和压力的荷尔蒙 另有研究指出 当一群人合唱的时候 他们的心跳节奏是一致的 使徒保罗的书信也鼓励信徒用诗章 诵词 灵歌彼此对说 而歌颂在整本圣经中 至少出现五十次以上 一代之下二十章记载上帝的子民 在行军作战的时候 借着歌颂展现了他们对上帝的信心 当时敌军正要攻击犹大臣 约沙法王心中惧怕 便叫百姓聚集在一起 带领他们迫切地进食祷告 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 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 隔天 当他们出发的时候 在前面带领他们的不是最勇猛的战士 而是高声向耶和华歌唱的人 由大百姓坚信上帝的应许 他们不需奋力抵抗 就能获得拯救 就在他们边歌颂上帝 边迎向敌军时 敌军竟开始自相残杀 当由大百姓到达战场时 战争已经结束 在上帝的子民凭信心以歌颂赞美 迎向未知的景况时 上帝已拯救了他们 上帝鼓励我们赞美他 是有他的美意 无论我们是否正走向战场 歌颂上帝将能改变我们的思想 心灵与生活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上帝 我们赞美你那永不止息的爱与信实 你保护 引导我们 因此 我们将生命完全交托给你 从焦虑到聪容的小秘诀 歌唱能使人的情绪变好 缓解焦虑 鼓励你 聆听或歌唱一两首赞美诗歌 借着诗歌树枝于情 祷告上帝 学习凡事信靠和交托 愿上帝帮助我们 坦然面对自己的情绪 借由与他亲密同行 成为情绪的好管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